下面我们进入到modern costing的部分 modern costing在章节的分配上面是第13章 这章其实就是现代会计 所谓的现代会计 其实它就是诞生在现代 对吧 这不废话吗 诞生在现代 其实所谓诞生在现代 它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下的 会计的重新的应用 我们一般前面学的什么AC这些 对吧 都是传统的会计 什么叫传统的会计 所谓传统会计就是对应的传统的生产方式 一般我们叫做矛盾密集型生产制造业 在现代人工用的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性的改变 人工越来越少 原材料用的越来越少 overhead占的比例越来越重 这个咱在课上咱们咱们说过 这个大背景 对吧 因为overhead占的背景呢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个背景 然后呢 还有一个背景呢 就是产品越来越复杂 产品呢 周期越来越短 因为这些特性 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 所以说的话呢 你会发现传统的会计呢 主要是帮不上忙了 提供的信息没有用了 提供的信息不准了 既然不准怎么办 就要把数据重新处理 数据还是不变的 但要把数据呢 重新处理 然后呢 要收集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数据 以前我们可能更重视的是 财务数据的收集 现在不是了 现在可能更重视的是 非财务数据的收集 和非财务数据的解读 对吧 因为财务数据解读呢 我们发现帮不上忙了 对吧 你比如说 现代整个产业结构发生转变 包括现在的大环境发生转变 以前的环境 咱们说过叫什么 叫供 小于求 你不愁卖不出去 现在叫供大于求 你很愁卖不出去 对吧 像中国这两年的话 最忙的一件事 叫什么 叫屈库存 对吧 卖不出去 屈库存 那我想卖得出去怎么办 对吧 我得跟别的竞争对手 要争 就产生了叫竞争性环境 竞争很激烈 对吧 竞争很激烈 因为竞争激烈 要不断层出不穷 推出新产品 所以产品周期 用来有多 对吧 所以产品周期 用来有多 很多产品的话 比如说像MP3 对吧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觉得很先进 怎么着这种东西 革命性的变革 怎么着 也取代CD吧 CD可能现在没人用了 对吧 CD肯定没人用了 但是MP3 马上很快 就会被MP4 MP5 现在也没人用MP3 这种格式了 对吧 都是MP4这种格式了 对吧 现在看的主要 都是看视频了 对吧 听歌其实听的 当然现在也听了 对吧 但MP3这种格式 越来越淘汰了 包括现在的很多的 装MP3的器具 装MP3的设备 电子搭载设备 几乎一年一换 包括现在很多同学的话 iPhone都是一年一换 对吧 那么这种大背景之下 管理者所需要的信息 发生改变了 那么我们对他的 数据处理方式 就要发生改变 以便给Mandler 提供新的信息 所以相当于 我们现在要回顾的 要复习的 就是我们在课上讲过的 就是所谓的新信息 对应的新的会计处理方法 对吧 而这个新信息 是因为新的管理的需要 对吧 新的管理的需要 现代的Mandler 要应付的事情 比以前要多多 以前主要应付生产 现在还要应付 怎么跟进入这种打 还要应付怎么样 针对政府的 苛刻的要求 对吧 现在什么各个团体 开始要求愿望也多 以前哪有工会 现在有工会 对吧 以前的政府 是小政府概念 现在都大政府概念 政府干预经济 对吧 政府 咱们不能说 政府干预经济不好 就说政府干预经济 因为这个环境要求 所以我们要应对 政府的这种改变 对吧 政府出台新政策 对吧 那你能不能作为 管理会认识的话 帮我Manager 去应对这种新政策 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就会有这个 叫做Alternative Costing Principle的概念 就会有这种 Alternative Costing Principle的概念 那么这种Costing 实际上在现代的Costing 在现代的Costing 就更直接了 现代的Costing 一般提供的 不光是数据本身 不光是数据的处理 它其实提供的 更多的是一种解决方案 我干脆直接告诉你Manager 怎么省成本的 对吧 我去把研究成本的结论告诉你 我别去告诉你 你看成本是这个样子 想怎么样节省成本 你自己想吧 对吧 反正我告诉你 成本有偏差 我们下面是谁谁 成本花多吗 什么那么部门 成本花多吗 你自己想吧 怎么省成本 我们现在提供的 这个会计信息 对吧 所谓现代会计信息 提供的信息 更高级 更先进 先进到什么程度 可以直接告诉Manager 你看这成本怎么省 对吧 可以给Manager提供的信息 更准确 那么我们主要学的 Costing Principle 主要就是ABC PLC Target Costing 还有TQM 或者叫GIT 主要学这些 但我们都学一个皮毛 知道就行了 因为详细的学习的话 大家升到F5 就是中级管理会计 会学的更深入 这种现代会计 我们在F2 主要学的是传统会计 Traditional的 偏传统的 不是说纯传统 偏传统的 好 这个板块 我们主要分析的 就是这些 新的会计手段和方法 好 下面来看一下 下面哪句话 他说是不对的 是关于ABC的 ABC的 Activity Based Costing Activity Based Costing 它其实和传统的AC 是相当于是传统的AC的一种 升级或者改造版 对吧 因为传统的AC 不能在现代提供准确的信息 所以说到ABC 其实就针对AC 做了一个小处理 怎么处理 因为AC是把所有的overhead 认为都和一种活动有关系 这肯定 对吧 这肯定不太对 在现代 特别在现代 生产工艺那么复杂 现代我们就做了一个改良 那就是认为不同的overhead 和不同的活动有关系 所以说它的本质 什么本质 就是ABC是确认 一种overhead 对应一种OAR 而AC认为是 所有overhead 就对应一种OAR 所以AC只能找到一个OAR ABC找到 无穷多个的OAR 那明显 ABC找的OAR会更准 对吧 因为在公司里面 传统意义上 你确实可以认为 在overhead 传统意义上 比如说 劳动秘性生产制造业 一切成本 都是跟活动相关的 你可以这么认为 因为很单一 在现代不行 对吧 现代不行 现在产品很多样 有些成本 它是跟不同的活动相关 不一定是生产活动 有些公司都没有人工 那你说和人工活动 有什么关系 现在生产创业产品 很复杂 要排版 要设计 对吧 上次我们讲过 排版那个意思 对吧 你要排版 你要设计 那排版费和什么相关 对吧 你排版和排的版的次数相关 不是和你排完版之后 生产的产品相关 明显不相关 既然不相关 而这种成本 又占的比重很大 那你这么做成本 和活动的对照关系 不是做错了吗 这是ABC的本质 我们就把这个本质的原理想说 把这个本质的原理回想起来 看能不能解决 指导题的问题 先回想原理知识 然后看ABCD哪句话 让我们判断是错的 第一句ABC是一种方法 alternative这里翻成方法 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to traditional volume based costing methods 是一种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volume based costing methods 是一种可以替代性的方法 是多的一种方法 所谓多的一种就是和传统方法不一样 传统方法是以volume作为based 传统方法是以volume作为based is an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volume based costing methods activity based cost provide approximation 这个approximation就是预估的意思 long run variable unit cost ABC可以帮我们找到 可以帮我们估出来 variable cost是多少 第三句话 ABC cannot be used to cost services ABC不可以用来 用于什么呢 costing service 不可以用来cost service 那就意味着ABC只能用于生产制造业 它不能用于服务业 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个 ABC is a form of absorption costing 它实际上是属于absorption costing的一种形式 对吧 它和AC的本质是不变的 和它的本质是一回事 对吧 和它的本质是一回事 所以这里呢 它让我们判断的是哪句话是对的 对吧 那我们判断一下 第一句话 对不对 ABC是不是一种有别于 traditional volume based costing 另一种方法呢 对吧 是不是呢 对吧 它是一种方法 alternative吗 alternative本身方法的意思 但是alternative是有选择性的方法的意思 它是一种 另外一种方法的选择项 对吧 字面意思这个意思 对不对 对吧 没错了 ABC provide approximation of long run variable 它这里没说一定 它这里说的是 ABC可以帮我们找到unit cost variable unit cost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每个单位产品里面 可变动部分是多少 就是帮我们找到产品里面 alright 跟什么的关系 帮我们找到单位产品里面 每个单位产品是多少成本的 这种成本可以找到吗 可以找到 ABC可以找到 对吧 ABC不就是跟AC 其实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吗 它是overhead tree activity 只要找到各个不同的overhead和activity关系 对吧 就能找到什么 就能找到所有的单位产品 成本是多少 ABC在本质上是承认什么的 ABC在本质上和AC都承认 其实成本是可变动的 只不过可变动的对象不一样 对吧 不一定这个成本可能变动的对象 也就是共振的对象 是units 可能是label hour 可能是别的活动 但总有活动 能够解释这个overhead的产生 能够解释 这是ABC承认的 所以这句话对不对 对吧 对吧 第四句话呢 ABC是一种absorption cost 这句话呢 看你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 ABC确实是一种AC的什么呢 咱们可以说加强版也行 或者变种版也行 它和AC的基本原理是一回事 不都是找overhead和活动的关系吗 只过AC只找一个 简单找 找的比较简单粗暴 ABC找的比较细致 对吧 把不同的overhead都找到和activity对应的关系 找的准 找的细 进而也就找的精确 当然了 肯定也会多花钱 对吧 肯定多花钱 因为要处理的信息 数据会更复杂吗 第三个呢 不太对 不可以cost service 不可以用于服务业 不可以用于服务业吗 可以啊 它这里是服务 大家想想 服务当中 咱们前面对照costing 服务业不也可以用job costing吗 对吧 服务业不可以用job costing吗 如果用job costing的话 要确认成本的时候 material labor overhead 既然overhead能够用ac来确认overhead 那你不能用abc来确认overhead吗 不一样吗 可以用啊 有例子啊 对吧 所以c明显有错误 abc呢 ab dog呢 你发现不了太大的一个错误和问题 啊 太坏 也没说的很绝对 一般说的很绝对的 这话你要因此注意啊 对吧 那就有可能错 只要他有一点点错 就算错了 因为他说的很绝对 他这就说abc可以干什么 那能不能干呢 可以干啊 对吧 只要有这个abc的用途 那都可以啊 好 下面第二题 第二题呢 a product is in the stage of life cycle 这是plc plc的基本原理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帮助manager呢 来界定清楚产品的周期 界定好了产品的周期 让manager知道 我们公司的某种产品 现在处于什么周期 manager才可以定出来适合的测试 对吧 就好像呃 咱们经常讲的就是 我要提醒人 对吧 我怎么提醒你 哇 你现在都60岁了 你现在都80岁了 你还想玩什么云霄飞车 你不找死吗 我得提醒你 所以我们相当于用plc呢 是一种提醒 提醒manager现在是什么周期了 不同的周期 要用不同的测试 这样的话 公司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这是plc的基本用途 当然plc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用途啊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我们回想一下plc的原理 plc学过的知识 把这些知识全部用在解题上面 他说呢 公司现在发现 life cycle plc正处于一个什么周期呢 叫做tipify 特征是价格在降低 但是利润margin 因为有高的销售量 所以呢 profit赚的还是不错的 那这明显是哪一段周期 对吧 销售价呢 不得不降 因为销售价呢 不得不降 一般出于什么原因不得不降 竞争对手已经进来了 一般越在早期竞争对手呢 一般进不来 越到后期竞争对手就越进来了 但是销售量很高 那么在早期呢 growth stage是个什么特点 销售量不高 但增长很快 是增长率很高 但不是量很高 成熟阶段这个是 如果在推介阶段的话呢 销售量是很低的 到了抵抗性阶段的话 销售量是在下降的 所以如果这道题 核心词是这个高的销售量 我们就能判断出来 应该处于成熟期 maturity 对吧 第三 PLC的initial cost 也就是投资的阶段的成本 in what stage 早期的成本 一般就是研发成本 在什么成本 这个成本在什么阶段 一般是要被撞上来 对吧 因为PLC呢 它的背景是产品周期很短 产品周期很短的话 那就意味着 研发费用 initial cost 前期费用 研发费用 得越早撞上来越好 别等到后面撞上来 B肯定不合适 对吧 一般在什么时候撞上来 一般在growing的阶段 一般在growing的阶段 introduction growing的阶段 introduction呢 因为销售量太低 肯定赚不回来 一般在growing的阶段呢 我们可以charge高价 借着产品 刚上市 对吧 顾客还不了解 刚上市嘛 有新鲜效应嘛 你卖很高的价格 顾客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对吧 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 C阶段 是比较好的 通过抬高价格 来赚回这个成本的最好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一般来说我们要去把价格抬高 进而这个成本就能被赚好 下一个 第四题 target cost 怎么算 这就是target cost 计算的最基本的过程 target costing呢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管理思想 对吧 我们在现代呢 现代管理会计师 就跟军师一样 主要出主意呢 你这个主意呢 应该是一种解决方案式的主意 什么叫解决方案式的主意 别让manager想那么多 直接告诉他 给他这个方法 借这个方法 我们公司就能打赢竞争对手 或者说一毛永逸 解决很多问题 你要提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呢 越能一时二鸟 一时多鸟 对吧 你看那些什么 古代什么军师 提的方法一般都是什么 一时三鸟 一时四鸟 这方法可能是好方法 target costing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从销售到生产 到控制成本的一个 连续性方法 你比如说呢 咱们定价怎么定 定价要按市场定 先定出来一个target price 对吧 然后呢 用这个target price 减掉我们想要的利润 那就保证中文利润 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target cost 然后我们接下来 努力的方向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target cost 给做到 实现target cost 万一你自己做 比如说你算出来target cost 是50块钱 但你自己做呢 现在预估可能60块钱 那就把成本 要努力在50块钱以下 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利润 所以既提了 怎么样定价的方法 又告诉我们 怎么样控制成本的方法 还告诉我们 这个成本控制 要发生在什么时候 不要等到产品做出来 才可以控制成本 而要在产品研发阶段 就要控制成本 所以这是一系列的手段 那这个手段的话呢 其中包含的一个部分 就是计算 对吧 它的计算叫算出来什么 对吧 注意啊 这个算不是target cost 这个算只是target costing 这种方法的一小部分 啊 所以呢 它是要用什么呢 要用定出来的市场价 怎么着也是 B和Dog吧 很客观的价格 不是主观希望的价格 所以A和C肯定不行 减掉什么 减掉想要的利润率 对吧 减掉想要的利润率 所以最完整的表述是Boi 第五 在哪一个阶段 Which stage 哪一个阶段 具备下面这个特征 竞争对手 新进 Customer反馈收到 新的什么呢 新的渠道 这里的distribution 就是新的渠道 刚刚建立 产品的质量呢 有待提升 production improvements made 在这个阶段呢 产品质量还有的提升 那肯定不是decline和maturity 竞争对手进来了 对吧 新渠道刚刚建立 新渠道刚刚建立 并且有竞争对手 关键是有竞争对手 如果没有竞争对手 就是introduction这个阶段 有竞争对手 就是growing这个阶段 All right 所以最准确的应该是A 因为他有这个竞争对手 这个词 要是没有的话呢 就是introduction 第六 A new product is being developed 公司在开发一个新产品 开发花了一年 大概这个产品 life cycle是两年 两年之后 这个产品就不卖了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第一句 It is useful for assessing whether new products has been successful 第二句 individual profitability for products is less accurate 好 我来看一下 第一句话 It is useful 干什么很有用 或者干什么很必要 一定要去assessing 这个产品 是不是能成功 因为产品周期短 咱们说过 如果产品周期短的话呢 上市之前一定要谨慎 因为这个产品 它周期短 你别指望着能卖很久 能赚钱 那就确保 卖出去的产品 一定得是成功的产品 卖一个再火一个 对吧 卖一个再火一个 对吧 你不能等它慢慢火 对吧 它没有时间啊 对吧 有限的时间之内的话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assessing whether new products has been successful 因为如果一个产品的话呢 它的卖的周期 如果能很长的话 即使一开始失败了 没关系 它是时间长嘛 有足够改错的机会 而产品周期短的话 你中间是没有改错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确保什么 产品卖出去 一鸣惊人 一定要成功 第一句话是对的 没问题 第二句呢 individual profitability for products is less accurate individual profitability 产品的利润率 不会那么准 对吧 不会那么准 alright 它这里呢 说的是 life cycle costing 如果用life cycle costing 算出来的利润率 会不会更准 肯定会吗 用什么不准 用传统方法 核算成本 因为用传统方法 核算成本 核算利润 用的是material level overhead 什么研发费用 都不含在里面 所以很容易算错 如果产品周期短 就该用 PLC去核算成本 进而核算利润 所以两句话怎么样 alright 两句话怎么样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对 第二句话 算的是准的 他说算的不准 错对吧 所以 很明显 应该是C 对吧 第二句话 你要把mice去掉了 那就准了 对吧 那就对了 对吧 用PLC就准了吗 算了就比传统的PLC 传统的costing的方法 算了准了吗 第七题 a chain of coffee shop 咖啡连锁店 用TQM TQM是我们的 讲过的一种管理方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管理会计方法 它是一种解决方案 对吧 这种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在现代 会计的一个方向 传统的会计 一般提供的都是基础信息 现代会计 一般我们提供的是高级信息 就直接告诉你解决方案 告诉你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一拨永逸 一举多得 我们这一举三得 竞争对手一举两得 那我这个一举三得的方法 就比对方那个一举两得的方法 能够更好 对吧 TQM呢就是这么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呢用上去 可以既提升产品质量 又能相对来说降低成本 把不可能的事情都给它一起完成了 对吧 厉害吧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方法是能够提升质量 能够不断提升质量 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当然了 有它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在里面 它实际上是一种理念 这种理念大家会去 要把它背过 比如说第一时间做对 right in the first time 对吧 as part of the scheme 作为这个TQM的 scheme chain of coffee chain of coffee offers a free replacement drink to any customer 基于这个理念 就是要讲质量的这个理念 我们这个咖啡馆呢 给客户提供的叫什么呢 replacement drinks 相当于续杯业务 not completely satisfied with their purchase 序杯 这里的话呢 其实更准确要什么叫替换 就是不满意换 这种什么呢 这种管理思想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都这样 我上次在一个水果店买水果 对吧 网上买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 叫做一天之内免费换 或者免费退 对吧 比如说水果拿到了 吃了 不满意 然后我投诉给他 放心 我马上给你换新的 对吧 马上给你换新的 一天之内 因为过了一天 他肯定不可以给你退 对吧 一天之后你要还没吃的话 那自然这个水果可能也会乱 一天之内 放心 你只要发现东西坏了 并退 讲智了 结果这家店果然经营非常好 我也经常在这家店买水果 对吧 所以说这些管理理念还是很有道理的 对吧 很对啊 那么具体体现在怎么叫讲智了 所以讲智了就让客户满意吗 怎么让客户满意 你得去想具体方法 但是理念我得告诉你 你得往这个理念 天天想怎么样让客户满意 有的公司就这样去做的 对吧 提供免费退换货 好 题目的问题是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cost of providing replacement drains 那么这种活动呢 是一种讲质量的活动 咱们TQM呢 说过啊 讲质量的活动 它是要花钱的 对吧 你虽然讲质量 但是要花钱的 花的钱呢 有四类 对吧 那四类呢 就是下面你看到的 External failure cost Internal failure cost Preventive cost 和Appraisal cost All right 这种替换性业务 是一种活动 这种活动为的是智能 但这种活动要花钱 那么花了这个钱 属于什么类别的钱 对吧 四种怎么界定 我们讲过核心判断标准 一般呢 Appraisal是最简单的 就是检查成本 这明显 他没有检查这个活动 在里面呢 你要看这个活动特征啊 他也不是因为客户不满意 而倒成成本 没有说客户喝完之后走人了 然后报纸上宣传 这公司什么差公司 这种成本一般叫 External failure cost Internal failure cost呢 和Prevention cost Prevention cost呢 是为了防范质量出现问题 你既然给这个客户啊 续杯了 对吧 如果给客户续杯了 你要看这个续杯的场景 属于下面哪一种场景 和这个活动 做是因为什么而做 看清楚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Churn customer Offer free replenishing dream To any customer Not completely certified 是先客户不满意 With their purchase 也是买完了之后不满意 因为不满意 为了贫富客户的情绪 而花费的成本 所以呢 不是发生在 让客户满不满意之前 有些活动做了 客户就根本不会不满意 这种就是预防性的工作 有些那是检查 这明显没有检查的成分 这样的应用 对吧 Internal failure什么意思呢 Internal failure是 还没有到客户手边 然后我们检查发现 有问题了 赶紧回来加工对吧 反攻所花的成本 所以这个明显是客户已经拿到了 客户已经拿到之后 我们做的补救性的活动 带来的钱 那应该是A External failure cost 把握住这四句话的特点 这是TQM 好 看一下第八题 Which costing method is based around the calculation involving a desired profit margin 什么算法里面 什么costing里面 有这么一个算法 需要算designed profit margin 需要算竞争对手的市场价 需要定出来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价 对吧 那明显是target costing 对吧 这个板块题目呢 不会特别难 这个板块题目会特别难 因为它是一种基础性的一个介绍 大家知道这些方法的 这个基本概念就行了 重点还是我们在前面学过的 传统会计的方法 好 那么这个板块呢 也是涵盖了几乎我们F2核心的costing 核心的costing 那么在后面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会把这些costing呢 用在更大的方面 用在更大的管理学的领域 就是planning和controlling 那么下个板块 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在学习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在前面学的工作 这都是有传承性的 好 这个板块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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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